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聊的 是关乎未来的生存危机 你知道吗 全新加坡有30%的土地低于海拔5米 有些地方甚至离海平面只有2米之差 如果你觉得危机仅仅是危言耸听 那接下来这组数据可能会彻底让你改变看法 有研究预测到2100年 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1.15米 而如果遇到风暴潮袭击 水位可在瞬间增至5米甚至更高 你感受一下这意味着整个东海岸公园 甚至部分住宅区都可能被海水吞掉永久消失 东海岸公园这个每年吸引700万人次游客的地方 在数十年后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被淹没的区域 想象一下你熟悉的街道日常休闲的场所 被风暴潮摧毁海水肆虐 人类的未来真的岌岌可危 最关键的问题是副总理严金友已经直言 新加坡的地理局限严峻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内陆迁移 新加坡必须与海争的 必须在这个小红点努力寻找出路 危机压顶新加坡的无谓行动 将为全球城市树立怎样的典范 是天方夜谭还是一个拯救未来的智慧奇迹 我们接着往下看 长岛计划的三大破局智慧一 像海耀的一石三鸟 面对危机新加坡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要从海洋中重新创造希望 长岛计划就是这个智慧超前的绝地反击 计划内容是在东部海域新增约800公顷土地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约等于112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这是近年来新加坡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规划 但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填海造地 更是解决三大生存危机的智慧工厂 首先是土地危机 新加坡寸土寸金人口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空间 这新增的800公顷土地 将被规划为住宅工业区和娱乐设施 为新加坡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生机 其次是海平面危机 你看到这里的长岛吗 它并不是一块普通的填海工厂 而是一道天然的超级防红墙 整个岛屿预计填高至5米 形成抵御风暴潮的重要屏障 有效守护周边的城市和居民 最后是水危机 我们别忘了水资源对新加坡至关重要 除了现有的水库 长岛计划还将打造新的蓄水池 将雨水收集整合提高水资源储备能力 为新加坡的未来供水提供更多保障 一个长岛三个智慧 这种设计值得所有面临类似危机的国家学习 长岛计划的三大破局智慧二 协同防御构筑海上长城 当然仅靠一个长岛 还远远不够新加坡的规划 是一个大规模协同布局的体系化工程 这就是为什么长岛计划的设计并不是单独作用 而是与多数防洪体系巧妙联动 形成一道真正的海上长城 这道防线由长岛 与以下几个重要部分共同构成 第一是独特的南部三道智能海岸防护墙 覆盖了冰水区的关键位置 专为城市密集区的洪水冲击而生 第二是张仪机场附近已经修建好的防潮闸 这个守护张仪机场的设施专门 用于拦截涨潮带来的汹涌海水 这不仅体现了顶尖的工程技术 也展示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智慧 在新加坡科技和自然并不是对立的 更像是一场令人称许的合作 现代设计与自然和谐共存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 这样的构想无疑是令人敬佩的解决方案 长岛计划的三大破局智慧三 前瞻科研与全民共建 现在你可能好奇到底是谁在设计这样的未来计划呢 这就要归功于科学与公众的力量 这项计划的诞生 离不开新加坡政府的主导与科研团队的鼎力支持 整个方案涉及到的研究历经四年时间 耗资1800万新元团队汇集了来自新加坡 以及全球的150多名顶级专家 共同完成了关于东海岸防护 和水资源管理的深入研究 科学家分析了海水上升的威胁 对风暴潮以及未来几十年的海洋 水文趋势进行了数万个场景模拟 这些科学研究成为了长岛计划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长岛实际上是全体新加坡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这项伟大工程融入了超过3000名市民的建议 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居然有数千市民参与意见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惊人 目前这座未来之岛的计划 已经进入了实地勘察阶段 政府部门正通过最新的技术 收集更精准的数据 以确保长岛的每一寸土地都能承受自然的考验 热带气候下的台风暴雨会给它带来巨大压力 而对于这个项目的落实来说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长岛计划远不只是一项应对危机的措施 它代表了整个新加坡的生存态度 未与筹谋用智慧化级挑战 它不仅是对抗海平面上升的第一道屏障 更是全球城市应对气候危机的先驱性参考 新加坡作为全球面积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 在资源有限空间有限的前提下 用前瞻的布局和创新的实施 无声地告诉世界 再小的国家也能有大智慧 来抵抗这个时代的挑战 长岛既是新加坡的防线 也是人类对抗气候灾难的象征 它并不代表单一的工程 而是一种哲学一种使命 无论我们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都可以从这一计划中思考 什么是为未来打好基础 今天新加坡的答案就在这里 那么看到这里 你对新加坡这座小红点的远见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长岛计划的智慧模式 能不能够复制到其他海滨国家 成为全球解决这一危机的标杆呢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也觉得 全球需要更多这样的解决方案 就请给这期视频点个赞吧 另外 记得点击订阅和分享 留下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开一波热烈讨论 最后期待我们下一期的内容